供养修道人,是我们福宝 作者,福安古观音阁 这次五一到九华山,和大家交流,公僧的问题 很多佛弟子对共佛宝,比如造佛像造塔建寺等 供养法宝,比如印经,都比较认同,也很认真 但对于供养僧宝,就差了许多 甚至有些居士看不起僧宝,这样不好 他能穿上这身出家衣服,就是他的福宝和上根了 不能小看 一个地方有出家人,是当地人的福宝 你看地藏经讲的,这个地方有佛法 有人念地藏经,百游寻内无诸灾难 有人念大成经典,这个地方灾难就比较少 大成经典能化解世间的愿阶和灾难 那让佛法注视的,还是僧宝,是出家人 所以要学会供养出家人 九华山天台一路下来,有许多比丘尼小庙 到了傍晚时,每个庙都传来了做晚课念佛的声音 有次我刚好经过,我听了就很感动 这就是佛国 这个地方,只要有个庙,有个出家人 他能做早晚课,那周围的众生 横河沙的鬼道众生,都有了得度的机会 世界上的鬼道众生比人多,要多无量倍 那有些无主孤魂,无人祭祀的野鬼 吃不到饭,喝不到水的鬼道众生 要怎么办 这就是祖师大德慈悲 出家人每天晚上都要做晚课 放蒙山诗诗给他们 以佛的使法界的观念 看出家人的价值,不是凡夫能比的 可不要觉得,出家人甚么都不干哪 很清闲 但他能每天坚持的早晚课 护持这个庙 这个功德,无法形容 现在出家人少了 九华山上许多小庙 住的僧人也少了 有的就一两个比丘尼 有些年纪都很大了 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 法华经说了 是发心的菩萨,是修道人 一个修道人成就了 大地都六种振动 现在物质发达 要盖一个庙宇 盖得多好看 都很容易做到 但要培养成就一个修道人 那就不一般 需要众生有这个福田 释迦佛来到人间 也是人福报的感召 再比如 地藏菩萨道场选择九华山 也是安徽人福报感召 闽宫多户持金桥爵 把整座山都供养给他修道 连孩子都送去出家 历史记载 送子出家的 除了唐朝的裴修宰相 比较有名外 再一个 应该是闽宫了 现在供养的三尊 一尊金桥爵 一尊是闽宫 一尊是道明尊者 他是闽宫的儿子 所以说 闽宫以他的不失心 感召道地藏菩萨来此弘法 在九华山 闽宫被称卫财神 也是有道理的 一定要护持修道人 古人讲的 朝中的宰相 世间有座位的人 都来自修道人 修道人有这个福德智慧 投胎做世间的官员 常者 那他们就能利益一方百姓 在古代的许多禅门公案中 也讲到许多在家居士 专门供养修道人的故事 我们提出的公米 也是和出家人接缘 在没有成就前 一定要先接善缘 等到了你要修道时 有这个善缘 就有善之时来接你 莫有善之时 修不成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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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